三山国王信仰 三山国王信仰发源于中国广东客家聚落 是台湾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 也是客家族群的心灵寄托 而坐落于彰化县普新乡的林新宫 主寺三山国王的金山国王 至今已超过两百年历史 庙内如今仍悬挂一面 西元1891年光绪新卯孟秋尚晚的 维育匠神匾额 显现出其渊远流长的历史 是台湾重要的三山国王庙 我们的行政主神 我们是从师父的佛伯伦 照您说分身出的一个大王教的主神 我们的主神是金山国王 金山国王他是大哥 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五个角头 三山国王是客家很重要的信仰之一 那普新乡有三个主庙 既是我们的三山国王 有林新宫 林正宫 林凤宫 那尤其是林新宫建庙于1798年 是普新乡最早的宗教信仰 三山国王为客家族群所尊敬的守护神 为了让民众了解三山国王与客家的渊源 以及在地客家族群与文化特色 彰化县政府与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协会 在13年前 结合当地38座较具规模的三山国王公庙 共同发起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活动 每年由县内的三山国王庙轮流举办 期望透过这项文化活动 结合地方特色 让彰化地方的客家文化再显新奇迹 延期其实是从宗教开始 由彰化县38间的宫庙 做一个连仪会 每一年在十月都有一个庆典 后来因为三山国王是客家的守护神 所以我们由宗教进入了族群融合 所以我们每次的集办 现在都是以客家的文化 发掘我们过去先人的客家的节俭的精神 然后慢慢把客家的文化带入了三山国王的客家文化去 随着长久以来每年的举办 文化节逐渐成为深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 今年更荣获行政院客委会认同 首度列入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 而为了让这次的活动能够与客家文化充分结合 轮值承办的林新宫吴主委 以客家元素规划出四大主题 吸引众多客籍乡亲参与活动 这次活动把我们的客家文化节 融入我们的园游会和我们的客家的一些文艺比较厚的部分 来展出我们以年轻化 以园游会的方式来呈现那些活动的公菜 今年我们增加了一个由我们大庆商工主办的客家时尚走秀 然后今年的客家文物展是以童玩亲子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累查DIY 客家画部的DIY 在庙方的精心筹备下 此次活动除了客家歌谣及舞蹈表演等动态节目外 同时也举办儿童绘画比赛及客家文化体验活动 并由活力戏曲学院表演客家传统的凤茶仪式 最后与盛大隆重的朝圣典礼 让三山国王信仰实际走入人群 今天大家都来洁清 认清 大家很高兴地 一起把我们的客家文化宣言 用语言还有形态 还有认清 来把这个三山国王我们带头 来对这个客家文化 还有很正正的说我也是客家人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传统还可以演义 让大家又渐渐知道我们也是客人 让我们的文化不要买 我们也希望借由宗教文化信仰的传承跟富裕 让我们所有在地人认识我们的祖先 我们以客家人为骄傲 我们也希望客家的精神能够在浦新乡传承下去 希望这个活动永远在各位努力之下 客家委员会一起来共同协助 让台湾这个土地受到三山国王的保佑 受到每个人的爱护 让台湾更好 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 不仅增进民众对于客家文化的认识与认同 也让人感受到在地传统信仰的热闹气氛 作为台湾重要的古庙 林新宫不只见证彰化地方的发展 极丰富内涵的历史 与对在地的贡献 堪称信仰文化的共庙表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